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不知不觉,中国好声音已经播到了第九季,除了来来去去的学员,节目导师这些年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 从一开始的刘欢,纳英,于成庆,陈奕迅,到最新一季的李健,李宇春,李荣浩,谢霆锋 好声音越来越年轻的导师团队也招来了大批网友质疑 导师资历不够,表现浮夸,代表作欠缺,节目缺少心意,不吸引人等等,都是被群嘲理由 不过吐槽归吐槽,从前两期的内容来看,除了个别选手 节目目前最大的看点,还集中在几位导师的身上 01,全能导师李健 证所遮之,李健不光是有才华,为人还非常风趣幽默 加上之前在好声音的导师经历,这一季呢,李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全场气氛当当 李健的暖场必杀季之一就是给台阶 在节目刚开始的拉票环节,看似有千言万语的先凌风 关键时刻却因为没组织好语言而愣在现场 现在在想着怎么开口呢 眼看场面要冷了,李健立马提示,你的资源等等 加上李荣浩再跟着一顺,你的资金 谢霆锋果然就很顺利的就把话接了下去 李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刚刚提到过的风趣 在李健和李荣浩共同推动之下呢 谢霆锋在节目开始不久就融生到四资 资历,资源,资色,资金,导师 之后李健时不时就会拿这个来调侃他一下 谢霆锋给学员展示实力的时候呢 李健就在边上故意的捧杀 霆锋老师的资源源源不断的来 我等自愧不如啊 还有一次,谢霆锋对学员所在的地下乐队表现出很大兴趣 坚哥一看嘛,又是一脸不嫌射大的问 准备啥时候收购那个呀 类似无伤大雅的玩笑和坑啊 被全能导师李健在节目当中玩的是轻车熟路 抛开学识专业记者这些不论 仅从综艺角度来看的话 李健的综艺感也是不比国内任何一位当红综艺咖逊色的 02.四肢导师 谢霆锋 2018年38四的谢霆锋来到好声音做导师 不知是因为做厨子时间太长还是离开歌坛太久了 刚坐上导师位的谢霆锋呢,受到了很多质疑 有人评价他,不就是个会演戏的厨子吗 有什么资格来这么专业的舞台做导师啊 说到资格,谢霆锋还真有 谢霆锋从15岁开始就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孤迹错误》 16岁跟英皇签约,19岁凭借着专辑谢谢你的爱衣999 拿下台湾唱片销售冠军 20岁举办的是Viva Live世界巡回演唱会 21岁以玉蝴蝶和世纪预言在世界音乐大奖当中 荣获全球最高销量之亚洲最畅销歌手奖 谢霆锋的这段经历呢,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网上流行的段子 贾斯丁比伯在经历了大红丑闻都山再起之后 回头一看才不过24岁 而谢霆锋从出道到拿到亚洲最畅销歌手奖也只有21岁 李荣浩也在节目当中承认过谢霆锋是他的启蒙导师之一 这样的实例,你说他有没有资格做导师呢? PS,以上履历还没包括谢霆锋在影视及其他领域的一些成就 节目中谢霆锋在跟导师和学员互动当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呢 主要是有两点 一是嘴笨 跟选手互动环节有位女学员先说自己傻人有傻福 谢霆锋后来就试图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动她 说你刚刚说到傻人有傻福那你就真的需要一个不傻的导师 结果被反应超快的春春将了一句对李健和李荣浩说 他在骂我们 慌个小谢赶紧语无伦次的一顿解释 不是不是,四个都不傻,真的非常好笑 其次是真诚 节目期间有学员说自己组建了一个地下乐队 谢霆锋听完介绍之后很认真地表态 说国内很多地下乐队是真的需要有人给他们机会 他本人是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了解那个空间里面所表现的音乐的等等 说的一直负责搞气氛 也就是怼她的间隔都忍不住夸她说 霆锋还是很真诚的 03.新手导师李宇春 春春是四位导师当中唯一的新人 也是这一季好声音当中争议最多的导师 大家对李宇春来好声音做导师的反应 跟当初讽刺霆锋类似 她有什么资格做导师 有了她好声音就毁了 这么多优秀的歌手为什么选她 受到底质疑的还是唱功和资历 关于李宇春的唱功 从评论看一直都是两边倒 喜欢她的如崔剑曾经评价过李宇春 是超级女生当中节奏感和音准最好的两个人之一 另一个是张亮颖 不喜欢她的比如说杨恬 又说她根本不会唱歌 总之就是没定论 怕害这个专业难题 仅从自立来看的话 春春做好声音的导师还是足够的 比如出道至今 她曾经发行过十多张专辑 拿过好多次的销售排行榜的冠军 以及很多的音乐类大奖 出来炸到好声音 如春春自己所说的 她一开始确实肉眼可见的紧张 比如说点评学员 别的导师都是明面上面表扬选手 暗戳戳的使劲的秀自己的实力 实诚的春春就只会阐述 学员打动自己的地方 以及她选择对方的原因 直到最后放狠话的环节 也最多说一句 我非常喜欢她 这种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大实话 就算结束了 后来连其他三位导师都看不下去了 孙孙忍不住给她出谋划策 手把手的教她怎么抢学员 好在随着节目的推进 春春后续的状态已经开始进入加进 作为导师组唯一的女性 春春还有一个优势是共情能力 记得有个学员在她上 讲到自己在音乐路上的一些阻力和困扰 同为半路出家的春春就特别有感触 说自己大学之前也是没有接触过音乐的 到了大学之后才发现 周围的同学都是从小就接触学习音乐 在那样的群体和氛围之中 身心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等等 特别容易引发共鸣 04.越来越会的李荣浩 李荣浩去年刚来好声音做导师的时候 也是话少腆腆 到今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春春衬托 李荣浩在节目当中的状态竟然出人意料的好 节目第一期有个学员说 喜欢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希望有机会能够和他一起合唱 李荣浩马上结束了 你只要来我这组 不要说爸爸妈妈 哥哥弟弟我都陪你唱 台上来个安徽学员 不仅一合言不合的就套近活 任老乡还能够提前的把美食都约上了 关键还都约上了 李健调侃谢霆锋他也不闲着 谢哥还有什么资源呢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啊 或者是资金也可以 前一秒钟贴心的教春春怎样去争取学员 后一秒呢 两个人就抢了不亦乐乎 连吃瓜群众李健都连喊着说 哎呀看得很开心啊 跟其他三位导师相比呢 李荣浩没有那么多的话题度和热度 但是他的专业技能和在节目当中表现 还是很有很多亮点的 以上就是这一季好声音的一些看点 因为导师之间的互动比较多 让很多网友觉得节目越来越水了 明明是个音乐类的节目 整场下来怎么感觉像是看了个落科真人秀呢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吃瓜群众偏就喜欢这一类插科打魂的闲闹 觉得既然都是有台本的综艺 好看就行 那么娇真干嘛呀 所以如果你是某个导师的钟粉 又恰好喜欢这类风格的节目 那么好声音又来下顿饭还是够够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